開車載我 結果他開200的 因為他有一點不高興 他一直說 他有點抱怨說 剛剛法師跟你拍照 你還不跟我拍 我說我也不知道 他說我是在沙漠上賽車的 然後他就要讓我嚇死 報復 那時候我在想 哎呀 念佛吧 我沒有什麼辦法 念佛吧 所以你沒有碰到這個經典 你就不會念佛 這叫直接去極樂世界了 念佛吧 因為我的一個過失 我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這麼多人擠來擠去 他們叫我趕快進去 對不對 那我到哪裡去了 就得罪了一個人 所以我想 這是念頭的問題 所以每次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記住你的念頭要 就像穆建年尊者是被打成肉醬的 穆建年尊者為什麼被打成肉醬 他已經成阿羅漢了 因為有人來找他麻煩 要罵佛陀 他有神的話說 本來就是啊 裡面的教主在地獄啊 哇 幾千個磅啊 棍棒啊 石頭就把穆建年尊者打成肉醬 讓他這個有過去的陰 穆建年以前是抓魚的 他專門抓喜歡大的魚 上到船上會跳 他就像滾著 這樣敲它 所以你看他抓到多少魚 等他成為阿羅漢啦 阿羅漢沒有消費業障的 阿羅漢只想要趕快震阿羅漢不要來脫胎 所以但是他的一個念頭 前面是瑟利佛 瑟利佛這個人很慈悲 智慧第一 很慈悲 他知道對方的教主在地獄 他也不看不起他 他講說我不太清楚很客氣 所以他們就沒有殺死他 這些人已經聽到說 佛陀的弟子在毀謗他的教主 普拿努 普拿努就是裸體外道 現在在印度還很流行 然後呢 他們就要把 禁一個殺一個 結果碰到瑟利佛沒殺 因為瑟利佛用微笑 沒有壞的念頭 那目見人比較高 本來就是阿 你們普拿努在地獄 馬上啪啪啪啪打到扁扁 當然這不是光這一句話 要有過去的夜 跟現在他講話的緣 所以就發生了 如果目見人那次講話說 喔我不知道耶 沒關係 喔應該不會 那就沒事了 那個夜就過去 所以我告訴各位 車禍啊 碰到一個災難啊 生病啊 都是因為你內心 起心動念 再加上那個業 現前 所以修行醫平常要懺悔業障 也要保持正念 然後呢 就不會碰到不好了 我這邊有個地球喔 各位最好買一個地球 放在你家佛堂 我們做任何修行 都不是為了自己 為了整個地球 好不好啊 為了整個法界 這邊有一個星球 這個是一個錶法 這個是一個錶法 念阿彌陀佛 打坐 修儀鬼 拜佛供養 不是為了自己 為了地球世界 為了宇宙世界 這樣子 你要有這個動機 那就非常圓滿 所以但是 我們的生命只有三個鐘頭 要這樣想 但是利用這三個鐘頭 好好的 一直來慈悲 一直來開發自己的智慧 我很希望各位在船上 這三個鐘頭 下船以後都不會罵人了 這下超度了 法會成功了 你要做一個決定 難不難 很簡單 因為這個生氣罵人 本來就是一個假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行為心態 行為心態都是空無自信的 哪有什麼不好改的 念一下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對啊 這一切的都是幻化的虛幻的 沒有一個愛生氣的我 沒有一個好色的我 沒有一個愛賭博的我 沒有的 但是我們偏偏有個我詞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而不原諒你自己 所以我想各位再問一次 大家可不可以成佛 沒有問題 你要一直告訴自己 自己是這樣 可以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不要說 唉唷不行 我胃痛 我胃痛 很多人跑來 師父 師父 我憂鬱症了 我說我看你怎麼不像 我憂鬱症了 他一直要強迫自己是憂鬱症 所以 因為他已經 這個執著 他認為我就是這樣 你們要同情我 你們要這樣 所以各位以後 你是個男人以後 跟別人講 唉 你是個女人 以後別人見人 唉 我是男人 那就解決了 這個不重要 我們要念什麼來 我是菩薩 你是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佛教主見到對方 阿彌陀佛 叫我啊 對啊 不然我叫誰 提醒你 你也可以 一變成阿彌陀佛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眾生就有佛性 所以 自己也是阿彌陀佛 對方也是阿彌陀佛 千萬不要用外表 凡所有像 都是虛幻 假的 不要比較 我像 人像 眾生像 受者像 誰活了久 不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有三個鐘頭的生命 快不快樂 三個鐘頭比人家過一輩子好 他是什麼全球首富 每天忙著賺錢 搞股票上市 還不如我們三分鐘 丟一個麵包的功德 對不對 佛陀講的 一念清淨心 都成為成佛的因 一天八關在戒 不得了 七世做世間的皇帝 七世升天 所以你懂佛法以後 生命意義大不大 非常大 非常有 所以不要浪費時間 我就是聽無佛法想通了 所以我趕快出家 我幹嘛在那邊浪費 一個月給我賺一億 一年賺十二億 十年賺 一百二十億 然後 賺什麼 把我生命給賺掉了 所以 我能夠去好好修學佛法 佛法也很簡單 孝順 慈悲 相信因果 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念大悲咒這個大 是沒有範圍叫大 沒有界限 沒有障礙 觀音菩薩的力量 不可思議 所以等一下各位 我們念大悲咒 如果你有水 也可以到外面灑一灑 你灑在這邊的水 會不會跟世界的水 連接在一起 它是息息相關的 水入空 都是息息相關的 你對雨好 你對蜜蜂好 蜜蜂好 就會開花結果 這個世界就 非常的豐盛 所以 我們每一個行為 都會連接 都會影響這個世界 所以 對世界每一個角落 都慈悲 我們祈求 三寶的加持 祖師大德的加持 然後呢 現在我們要 最重要的 要懺悔 那什麼是懺悔 懺悔就是 以前我們不知道 它是一個生命 我們把它給殺了 給吃了 當作一種 滿足的欲望 現在我們學活了 總會知道 請問這些龍蝦 是不是活活的 會不會痛啊 會 可不可以成佛啊 會 有沒有做過我們的 爸爸媽媽 有 佛祖跟我們講 你現在還沒辦法 吃素 至少不要吃活的東西 好不好 因為活了 太痛苦了 所以我們 一定要 讓它 不要那麼痛苦 就算 你現在還沒吃素 但是不要 把那些活活的 來把它煮掉 殺掉 所以用火烤它 用水煮它 用刀子殺它 它非常的痛苦 所以決心不再做 才叫懺悔 懺就是 過去錯的我知道了 會 我未來不做了 那我想真心的這樣懺悔 才會產生功德力 來超度 就像我想 很多媽媽都有墮胎胎兒 那很多人說 墮胎胎兒怎麼都沒超度 因為她沒有懺悔 她只希望趕快超度 你不要讓我肚子那麼痛 她只有一個 為自己而不是向對方懺悔的想法 所以我想各位 你現在要這個 絕對的 懺悔心 我從今天開始 我從今天開始敬畏來祭 都不會殺害 任何胎兒了 生命了 而且我還要努力的去救命 那如果胎兒 那如果胎兒得到了你這個功德 請問她會不會超度 她就會超度 不然很多人還是超度不了 超度不了也會影響到你身體 也會影響到你現在的小孩子 因為你相信佛教 眾生人死的不是不在 如果萬一她在 她就會很痛苦 就像你們夫妻之間 中間有一個 第三者在干擾你們 你們夫妻就相處不好 何況她是無形的 所以一般我知道別人感情不好 中間有個 感情在主 所以各位 人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你上輩子拋棄一個男人 你上輩子拋棄一個女人 你這輩子想好好結婚 就沒那個福報 因為對方 他會來給你討債 會給你破壞你的婚姻 破壞你的感情 所以我就認識一個女生 就是這樣 她長得很漂亮 很會讀書 只要她談戀愛 那個男人就會跑出來 只有看到她